建築物窜出熊熊火光 满地破碎砖瓦都还冒着白烟 因为这在乌克兰南部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 梅利托波尔才刚被乌克兰飞弹轰炸 成为两军攻防最新激战区 俄军手中拿着弹壳 指控乌克兰朝他们发射飞弹 而乌克兰这次也异常高调 直接大方承认 乌克兰用海马斯飞弹攻击梅利托波尔 集中了一处俄军修养中心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但是乌克兰为何要重炮攻击自己的土地 原来梅利托波尔在开战初期三月份就被俄军占领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的顾问表示 俄军直接把这里变成军事基地 而现在乌克兰的直接反攻前退一美军将领分析 可能是要力拼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的前奏 梅利托波尔向来是工业和运输中心 而在开战后战略位置更加重要 因为这里是除了赫尔松以外 另外一座可以以陆路运输直通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枢纽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就表示 梅利托波尔是南方防卫的关键 俄军从赫尔松一路到马里乌坡尔的后勤补给 都是靠这里 也就是说如果夺回梅利托波尔 乌军很有可能可以直通克里米亚 同时普京相当仰赖的瓦格纳佣兵集团 也传出总部被乌克兰突击 乌克兰的攻击 看得出瓦格纳在这场俄乌战争的角色 从一刚开始的躲躲藏藏已经完全台面化 这支由被称为是普清日出的餐饮大亨 普里哥金创办的佣兵集团 以作风凶狠为名 还自称是音乐家 之前乌克兰估算有五千名的瓦格纳佣兵上战场 不乏来自非洲等地的人士 CN还曾经直击瓦格纳佣兵 在中非共和国的训练场 为了补足兵员 瓦格纳佣兵集团直接到监狱里招募罪犯后 传出一名在俄国服刑的上比亚学生 还真的就上前线不幸战死 普里哥金还写信公开表扬 这让上比亚政府很不满 而俄军除了仰赖佣兵推进地面战役 还用伊朗无人机继续轰炸 乌克兰奥德萨 整座城市是一片漆黑 因为奥德萨两座电力厂又被俄罗斯攻击 瞬间一百五十万人无电可用 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还没修复又被轰炸 再加上近期冬季多雨地面泥泥难行 难以出动坦克军车 不过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只要等到气温够低地面结冰 就会再进攻 前美军退役将领分析 乌克兰正清理战场 就是要为下一阶段的大反攻铺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